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3年 我一直和军车在一起 主管部的大大小小的车辆 我应该维修过有20多种类 3000多台次 有人问我修车有什么诀窍没有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 不断学习 以前我们修这个车 就靠一点锤子剪刀 靠一点锤子扳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修好 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的供给系统 供油系统等等 都是磁形块 都是电脑控制的 修理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这些年部队的发展很快 很多装备都更新方便 老方法不能揪 新技术的必要学习 制裁不会被后揽拍下去 基本上有什么搞不定的 就找的话 他都会指导我们搞 我们身边有这样老同志 我们感觉都是很有安全感 97年香港回归 我是第一批阴证入伍的驻港部队的战士 那时候穿着我们驻港部队的军装 往任何一个角落移仗 回头绿 绝对是百分百的 04年 我在香港保障的一次 在基马达大厂那年那个中霸车坏了 应该是三分钟左右 香港警察来了 只五分钟修复好的话 他香港警察五条线才给你拖走 警察不是故意为难 是按张办事 当我们要执行任务 就必须要保证按时到达低点 当时我发现是 前轮自动暴时的问题 就争奋夺秒地解决这个故障 这个警察对我们来说很特务的 他说你们修车的能力这么强 在部队的时间久了 和军车的感情特别深 就感觉自己都融进去了 在车间里各种装备 对啊都感觉是自己的一部分 我就把这个人当成家了 当班转以后 我手把手带过有两百多个战士 我想把我所学会的都交给他们 因为大家都过瘾了 咱们的军车才能安安全全 稳稳淡淡 这个香港回归二十三年 我当兵当了二十三年 有人问我当这么多年兵不后悔吗 我想说人生的色彩有很多种 绿色的军装就是我的颜色 如果可以重来 我还是选择保卫祖国 守卫祖国的东方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